铁撒罗尼加前书,第一章,保罗,希拉,提摩泰,写信给铁撒罗尼加在,父神和在,主耶稣,基督里的教会,愿恩典平安从,神我们的负病,主耶稣,基督归于你们。 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,神,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,在,神和我们的,父眼前,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作,因爱心所受的劳苦,因盼望我们,主耶稣,基督所存的忍耐。 亲爱的弟兄啊,我知道你们是蒙,神拣选的,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,不独在乎言语,也在乎全能和圣灵,并充足的信心,正如你们知道,我们在你们那里,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,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,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,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,也效法了,主,这样,你们就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。 因为,主的道从你们那里,已经转扬出来。 你们想,神的信心,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,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,所以不用我们说甚魔话。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指明,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,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,归向,神,要服侍那有真幼活的,神,等候他,儿子从天降临,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,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, 铁撒罗尼加前书,第二章,弟兄们,你们自己远小的,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。 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,这是你们知道的,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粮,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。 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迷惑,不是出于误会,也不是用诡诈。 但我们既蒙了,神所准,把福音托付我们,我们就照样讲,不是要讨人喜欢,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新的神喜欢。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奉承的话,这是你们知道的,也没有藏着贪心,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。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,虽然可以叫人尊重,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,只在你们中坚存心温柔,如同如母如养自己的孩子。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,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,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,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 弟兄们,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,昼夜做工,传神的福音给你们,免得叫你们一人耗费。 我们在你们信主的人中间,是何等圣洁,公义,无可指摘,有你们做见证,也有神做见证。 你们也晓得,我们怎样劝勉你们,安慰你们,嘱咐你们个人,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,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,那照你们进他国,得他荣耀的神。 为此,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,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,神的道就领受了,不以为是人的道,乃以为是神的道。 这道实在是神的,并且大大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。 弟兄们,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,神的个教会,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,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。 这犹太人杀了,主耶稣和他们自己的先知,又逼迫我们。 他们不得,神的喜悦,且与众人为敌,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,使外邦人得救,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。 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,已经到了极处。 弟兄们,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,是面目离别,心里却不离别。 我们多多地想法子,很愿意见你们的面。 所以,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,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,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。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,并所欢喜的冠冕,是圣魔呢? 岂不是我们,主耶稣,基督来的时候,你们在他面前站立的筑魔? 因为你们,就是我们的荣耀,我们的喜乐,铁撒罗尼加前书,第三章。 我们既不能再忍,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,打发我们的兄弟,做神职式的,我们基督福音的同工提摩太前去,兼顾你们,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。 免得有人被猪斑患难摇动,因为你们自己知道,我们受患难缘是命定的。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,预先告诉你们,我们必受患难,以后果然应验了,你们也知道。 为此,我既不能再忍,就打发人去,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,恐怕那诱惑人的,到底诱惑了你们,叫我们的劳苦归于突然。 但如今,提摩太从你们那里回来,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,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,切切地想见我们,如同我们想献你们一样。 所以弟兄们,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,因着你们的信心,就得了安慰。 你们若靠主战力地稳,我们就活了。 我们在我们的神面前,因着你们甚是喜乐,为这一切喜乐,可用何等的感谢,为你们报答。 神呢! 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,要献你们的面,不满你们信心的不足。 愿,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,基督,一直指引我们到你们那里去。 又愿,主教你们彼此相爱的心,并爱众人的心,都能增长,充足,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,好使你们,当我们,主耶稣,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,在我们,父神面前,心里坚固,成为圣洁,无可指摘。 在《铁撒罗尼加前书》第四章,弟兄们,我还有话说,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,劝你们,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,知道该怎样行课一讨,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。 你们远小的我们凭,主耶稣传给你们圣谋命令,神的旨意,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,远避隐行,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,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,不放纵私欲的色欲,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 不要有人在圣谋世上月分,亏负他的兄弟,因为这一切的是,主必报应,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,又窃窃嘱咐你们的。 神召我们,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,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,所以那藐视的,不是藐视人,乃是藐视那次圣,领给我们的神。 问道弟兄们相爱,不用我写信给你们,因为你们自己蒙了,神的教训,叫你们彼此相爱。 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,固然是这样行,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,又要学习做安静人,办自己的事, 亲手做工,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,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,自己也就没有,神魔缺乏了。 论到睡了的人,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,恐怕你们忧伤,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。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,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,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,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,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。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,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,又有神的号吹响,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 以后,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,在空中与主相遇。 这样,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 所以,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《铁撒罗尼家前书》第五章,弟兄们,论到时候,日期不用我写信给你们,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,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,灾祸忽然临到他们,如同阵痛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,他们绝不能逃脱。 弟兄们,你们却不在黑暗里,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,都是白昼之子。 我们不是属黑夜的,也不是属幽暗的。 所以,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,总要警醒谨守。 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,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。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,就应当谨守,把信和爱当作护凶甲遮凶, 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愤怒,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。 他替我们死,叫我们无论醒着,睡着,都与他同活。 所以,你们该彼此劝慰,互相造就,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 弟兄们,我们劝你们,敬重那在你们中兼劳苦的人,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,劝戒你们的。 又因他们所做的功,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。 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 我们又劝弟兄们,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, 安慰意志薄弱的人,辅助软弱的人,也要向众人忍耐。 总要谨慎,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,或是彼此相待,或是待众人,常要追求良善。 要常常喜乐,不住地祷告。 凡事谢恩,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。 不要将灵熄灭,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 凡事查验,善美地要持守。 各样显未恶的事,要进节不做。 愿那次平安的,神使你们全然成圣。 我又求,神,愿你们的灵与魂,与身体的蒙保守, 在我们,主耶稣,基督降临的时候,完全无可指摘。 那照你们的本事信实的,他必成就这事。 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。 与众弟兄物要以圣洁的亲嘴问安。 我指着,主嘱咐你们,要把这信念给众圣结底兄听。 愿我们,主耶稣,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。 阿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